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日本小伙子还感慨啊 说武汉这个可以跟东京匹敌的大都会 现在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 感谢感谢 我不会放弃 最后就找着了 感觉到中国人民的温暖友好啊 没错没错 找着了 而且人家也说了 不要老骂中国 这种小偷 意大利也有啊 也挺狠的 偷自行车的人是一代利出名 没错 所以说武汉人民偷了能给你找回来 这就是上善之国了 没错 去意大利给偷了没人理你 没错 那还有一个是南京人民最近比较关注的新闻 而且还得就是文道提醒我 说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我觉得非常怪的 就是它前两天发生的 就南京市委一个常委 然后去日本的明谷屋访问 明谷屋的那个市长 对着这个南京来的市常委 居然就当着人家面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本来这两个客客气气聊天 他忽然是他主动自己聊起来 聊开了 讲到南京都没这事 然后他还更进一步说 我爸爸当年就在南京当兵 就那个日本市长 他说在那边那么多年了 说觉得中国人很好啊 说日本人觉得中国人都很喜欢他们 要是我们真屠杀了 哪会中国人对我们那么好呢 然后而且他还补充一些说 如果有什么杀人啊什么 那是正常战争情况下的一个正常行为 然后我觉得这些话都是丧心病狂 那就非常无耻 因为我最恨的就是 把所有的这种罪恶都说成是战争时期正常行为 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也老讲这种话 杀几十万人算不了什么 因为我们那是比如说秦灭七国 死几十万人 那就有狼性 死人那是应该的 那因为那是战争嘛 对不对 那日本人 这些军国主义者 否认南京大屠杀 或者有时候想淡化 就常这么讲 你觉得就是我觉得 我们上次差点跟加藤吵起来 其实节目里边其实不应该这样 但是我当时也是有点有点 这个怎么了 我们有过是节目 对我后来还就跟加藤 我说把人家逼得也有点太 加藤倒不是说否认 但是呢他就避开这个话题 然后讲了一些就是说日本的这么多年来自卫队 从来没杀过人啊什么 讲了一些其他的 但是我也没有好好想 反正我觉得这个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得得讲 那当然当然作为谈话节目 其实不应该把他逼得非常非常 他他也我们事后也讨论了 我觉得他也不错 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在国外的媒体上 他不管他的对不对好 他还坚持他自己的一些立场 我们反过来讲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跑到国外媒体上 一点中国自己的原则都没有 甚至是当官的 我们不要说 不要说那些跑到外面 说说说做所谓反华事业的那些人 我们不去讲他 就你官方身份出去 你连一点基本的道理 你也都不坚持的话 你这个是其实是不应该的 我这顺便那个联想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个不卑不康的 有些时候你出去 你太牛气哄哄了 我也有点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但是呢 就像你说的 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 就跟主持人似的 他你说他完全没原则吧 他也不能是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你看我就显示出了 对吧 有原则性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无所谓 但比较可是 可是问题是 南京大屠杀 是不是真事 存不存在 这个难道这不是大事 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 这是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你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啊 其实我还没有去过日本 但是倒有这个日本朋友啊 嗯 我知道的就是啊 就像嘉藤说的也很真实 话语场啊 跟咱们不一样 嗯 你就比如说 呃 在日本 我比如说在在我们 我慢慢感觉到 在我们呢 日本是个很显赫的话题 很显要的话题 嗯 在我们的言论场里面 日本那家伙 那是个 不管是敌人 还是仇人 还是什么 就是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中日关系 嗯 可是呢 在日本那里啊 中国不是一个中心话题 因为甚至对于很多日本平民来说 嗯 他已经对中国呀 很少了解了 他很少了解 那么有日本 就是咱们说的一些 极右翼的这些个分子啊 极右翼分子 甚至有一些 他的学者 到今天还在研究 这是他们的一派观点 嗯 就是说 南京大屠杀 没有这个事 没有死三十万 或者说没有什么 他们考证这个考证那个考证这个考证这个 也一直有他这么一个派别 所以你看 对于家腾来说 我认为啊 他说的是什么呢 日本有一些有少数人呢 确实持有这种观点 嗯 你包括像那个麻员 什么什么麻员张宝贝 这不是麻员张宝贝 不是麻员是 啊 孙太郎 差不多 麻员 麻生是吧 麻 哎呀 一下说不起来了 就跟那个三岛游记夫 原来一块混的 到现在成为一个 石原圣太郎 石原圣太郎 对对对 东京的东京 十元圣太郎 我怎么称麻员张晃了 石原圣太郎 有这么一些个人 但是你不注意的没有 他们都不年轻了 都上两岁数 那就是说 但是呢 对于日本很多年轻人来讲 他们缺乏这个教育 对 模糊 对于中国啊 其实他们觉得是个 很遥远的一个 什么事 中日之间这个关系很奇怪 从经济上来讲呢 中国对日本的压力啊 比日本对中国更大 那当然 所以日本人他觉得 他将来整个日本的经济生存啊 就跟中国的关系 这是决定性的 对 而反过来 日本对中国的这个 经济上的这个依赖 对中国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他 但是呢 从政治上 尤其从执政者的合法性上 你抗日 是我们中国的政治力量的 基本的合法性的来源 对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明白吗 整个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的现代史 就是建立在抗日的基础上 所以抗日这一点是我们 所有人在中国 你要掌权 你得抗日 这是最基本点 而从政治上来讲 韩国也是 从政治上来讲 他们不是 他们的天皇 美国 他被打败 他也认为是美国打败 然后打到什么程度 也是美国程度 你中国在决定日本的政治这个问题上 政治制度的问题上 是没有 没有什么参与发言权 所以这个 有点 有点 在政治上没有那么大 经济上 其实他们非常重视 他们每天有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新闻 特别害怕你什么饺子有毒 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放得很大 其实我去日本看 其实日本的书店到处都是很流行 看各种讲中国问题的书 而且中国历史 中国小说 他们都相当熟 古代的 但是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呢 这段历史就非常 好像就是语言 我觉得这段是这样的 它叫太平洋战争 对 这段历史是这样的 我觉得日本的整个理解上 有个很关键的错误 我们首先要注意日本很奇怪 在这一点上 最坚持用我们的话讲 要正确认识的 是他们的老师 你知道吗 中小学的老师 每回他们是日本政府 那文部省 往右靠 开始改这个教科书字眼啊 开始学校里面 要重新要唱军之代的时候呢 出来带头抵抗的 都是中小学全国老师的工会 他们那群老师 就是整个历史认识 对过去的军国主义认识 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 但是到了一般市面上的书店里面呢 就有不少 你刚才说那些右翼分子 那种修正主义史观 就等于德国现在也有啊 说这个纳粹的时候 其实没那么坏 那么这些都有 那么但是呢 日本也有一些左翼的 左翼的呢 就是大谈特谈 过去军国主义 为亚洲各国 为中国带来多少祸害 多没盗窃 我觉得主流日本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什么呢 是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事 他们把普遍把自己当成是受害者 对 就是原子弹 对 还不只是原子弹 他们把自己都当成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他们会回想说 当年我爸爸跑到中国去打仗 没回来 这谁害的 怎么就当年这个军国主义 就他们也在谴责当年的军国主义者 怎么样野心太大 吞了中国还要打美国这个那个 但是呢 这整个意思 我觉得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后遗症 就是冷战的时候 你想想看 日本本来是我们跟美国的共同的敌国嘛 我们中国跟美国是盟国 对不对 打过仗留过鞋一起过来 没想到仗刚打完两三年 角色马上一换 角色一换之后 就变成中国跟美国是敌人 中国跟日本又重新变得又很尴尬很模糊 那个时候美国就想办法拉拢日本 他要利用日本 他要利用日本 所以美国接管整个日本之后啊 那十几年的影响非常大 就使得日本人很迅速的忘记了自己 其实是历史中是个加害国的角色 所以谁都爱当受害者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再来 与景更久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汉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独动全球发售 你看啊 从他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平民来说 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呀 一点也不矫情 对 那家伙因为我看过大量的这个纪录片 你想的确是挺惨的 打到后来啊 那就是粉碎了 就国土 这个美国飞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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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袭啊 东京就烧煤了 然后就是打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想比如说原子弹 我现在发现啊 对原子弹最文学的描写 来自于一个日本当年的小孩 他说他看见广岛上空这个原子弹 他说他当时的感觉是 他有这个什么意向啊 他说好像飞机撞上了太阳 哗一下就是 然后这个人呢 哗一下子就变变色 就是 哎他们就 很容易觉得 这太容易觉得 因为他没出去打仗 而且他的儿子 但是出去打仗的都没回来 但基本上每家都有死人 对不对 每家家都有死 家里都没后 所以 在日本人也好 国际上也好 他好像把战争跟战争罪行区别开来 那因此像德国人吧 在战争打死很多人 他们他们最后纽伦堡损判 都是审判他们怎么样炸了平民啊什么 就是 只审判战争罪行 战争之间好像是一个按西方的游戏规则是一个契约 既然一进了战争 你就有权杀我 我就有权杀你 但是你不能杀平民 现在我们无意当中好像觉得日本从37年打中国以后 就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战争罪行 好像其他的就是战争 其实不是 谁说的 我没这么想 但是为什么就只强调这个 因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力很典型 那至少也应该把其他的事情提上去 都提啊 对不对 因为其实南京大屠杀他做的事情 他在比方说华北五一大扫荡啊 他在打到山西 他在打中国很多地方 包括上海啊 武汉的地方 其实他都用 整个清华战争哈 他是未宣战的 国民党也一直没有宣战 这个国民政府也没有宣战 日本人也没有宣战 所以他也不进入西方所谓进入正常的战争途径 他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整个这个状态 现在有一点至少在平民心目当中 有日本人至少是 他们觉得战争是战争 你有理由杀我 我有理由杀你 那战争罪行就是南京大屠杀 所以他们好像否认了南京大屠杀就把这个事情否则 我一直觉得将来会有一天 会有一天 哪一个日本首相会跪在南京 郑重其事就南京大屠杀的事情道歉了 好像这件事情就完全完了 我们全中国人民就完全原谅这个事情了 会不会有这一天 假如出现这样一天 我们就完全原谅了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南京大屠杀被强调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最最严重最夸张 而且是首都那个时候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势力 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受害啊 因为很明显抗日战争的时候 我们是受害者 中国人 这个受害的形象 今天好像没办法在国际上被树立起来 这点很很很奇怪 比如说 不像犹太人 不像犹太人 犹太人的受害者形象是很鲜明的 中国人的受害者形象是不鲜明的 为什么呢 你看南京大屠杀 我们过去讲那么多年 其实外国知道南京大屠杀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仍然没有那种很明显的说 要追溯日本啊 那种那种感觉 感觉你战胜了是吗 对 这是第一点 那奥斯卫星的那那 犹太人没有一个实体 所以是他战胜了 你比如说 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是战胜国 第二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 都不强调自己的受害者形象 我们很奇怪 我们强调我们英勇 我们耻辱 但是我们很英勇 我们学耻了 对 然后第二呢 就是还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外国人怎么样才会相信你的话 你说我们南京都大屠杀被人杀得很惨 那聊他们说那你们中国说的话我们信得过吗 我发现我遇过一些外哥他们聊这个时候 有时候让我很火就这一点 他说你们中国人都关于你们自己的历史都老撒谎 我哪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撒谎 这个啊 这就很复杂了 这个东西啊 你还没别说 做的这个研究啊 这就这又是一个文化和我觉得是个怎么说呢 国家学术的发展水平问题 你这个你做的这个研究啊 当年他们这些田野调查的人就感慨啊 对比日军的这个战史啊 和我们的这个记载啊 就说你说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 那么当时都是谁 还有都是当时多少人口 当时多少人口 这些就是说我们你看说打赢一个仗 我们的记录啊 打死敌军一万多人 你看日军 缴获的日军打了赢了一个 缴获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八个子弹 他的这个战士 就是日本人的这个认真 包括他现在 有些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呀 你要不说他可能是以偏盖权 什么叫管区里策 这一个小管子 他只看到一点 但是他这一点啊 他有他的证据 他是你看这是谁谁谁说的 这是当年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如果是做学问的人 有点这个精神 我见过北大的一个老师 研究日本史的 他说曾经有一个建国后 曾经有一个时期 他们也想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去认真调查 他说其实曾经有过 但是某一个时期 我们跟日本闹友好的时候 对 这个东西啊 被淡化 至少是不被鼓励 就是说不要深究 而且今天假如有中国学者 真的做很严肃 很到位的这个学术研究 万一我不知道哈 万一他得出来的数字 比三十万少 我想象肯定很多北方 有一些人就骂他汉奸 对对不对 三十万是个神圣数字 我们三十万你说二十九万九 你这个一定是汉奸 对不对 所以所以我们自己这里 这种情绪化的这个东西 本身也是缺乏反省的 但是你知道吗 这就跟印度的历史一样 我认为我认为我们也是某些问题 也是永远也搞不清的 因为当年在这个落后的中国 这个什么护人口管理 各个东西 这个都是乱七八糟 你到哪去弄清楚 很多事情永远也不会 就啊 这里面我觉得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运行广告之后见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兵平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杰宁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传厂牵引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降向变幻 红花囊 来文道 我觉得还有个问题 就是要反过来 我先帮中国历史说句话 中国历史并不是那么糟的 我们并不是真的是那么不精确 恰恰相反 在过去几千年里面 整个亚洲的历史 有一半是要靠中国人记载 没有中国 印度这个孔雀王朝存不存在 你不知道 日本的野马台国 对比米乎存不存在 你不知道 高棉帝国 吴歌窟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 所以说中国的影响很大 在历史上 我们是最喜欢记录的 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在哪 就在于到了现代之后 其实以前也是 但是现在遇到这历史问题的时候 每次我们被人攻击 有一点 比如说在日本 你跟日本人聊 这些我们现代的中日恩怨史 他们就会说一句 说你们历史是为政治服务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什么时候是可以 是说是真的 什么时候是假的呢 就拿你刚才讲的话 你说 你刚才说的 说南京大屠杀 说为什么建国后那时候 有一段时间 可以掌握 因为中日友好的原因 因为中日友好 你就不想提了 好 那么等到你不搞 这个中日友好 或怎么样了 你又提出来了 那人家日本就说 那你到底是 还是不是 你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又会 我遇过一些 他们说你们连 大跃进死人的时候 都能说那是自然灾害 说那我哪知道 数字大多了 那是两千万 还三千万 还是几百万呢 那你说这个南京大 三十万 我怎么信呢 所以我觉得 正面有很麻烦 这种事情 所以咱们说 这个何为贵 其实要辨析 有一个概念是 真相与和解 没错 有了真相才和解 而不是说咱就算了 胡类胡图的 说什么 算了咱们不提 不能不提 是真的就是真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当年 在处理这种历史问题的时候 是犯了一些问题的 就你不能够 记得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文明启示录 绝口不提 甚至不去摸它 不去摸它 那是不对 不去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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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摸它